近年来,不少港台艺人纷纷定居内地,因为名气、收入和喜好的不同,他们在内地选择的城市和房子也各有不同。 有人买得起五亿豪宅,有人却只能在出租房里窝居,有人选择一线大城市,有人则选择小县城。 这次,就带大家了解一下,定居内地的港台艺人都散落在哪些城市中,居住在怎样的房屋里。 第一位,李隆基。李隆基移居深圳,是为了小他28岁的第二任内地娇妻。 他出来内地的时候,房地产行业还没有崛起,但他还是独具会眼地投资了许多房子。 据他所说,他当时花了80万买的那些房子,现在涨了十倍都不止。 不过,更让人震惊的是,他投资的那些房产,现在的所有人都不是他,而是他的妻子。 因为害怕自己年纪大会率先离开,他特意把自己在深圳购买的六套房子都转到了妻子名下,作为妻子以后的生活保障。 自己与妻子也居住的深圳高档小区的豪宅里。 第二位,张卫健。 自为小宝和小鱼之后,张卫健很少再有大伙的角色出现在内地观众的视野中,所以大家总觉得,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。 可实际上,那个曾经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张卫健,今年已经56岁了。 前段时间,他在综艺节目追光吧,中的精彩亮相,还让不少观众惊呼,也轻回。 虽然没有经常和大家见面,但娶了内地女演员张倩不久,他就在此定居了。 2018年,为了妻子能够安心工作,他在北京豪至千万买了一套房子。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,这套房子看上去非常气派。 不仅有专供健身的场所,还有宽阔的院子,着实让人有些羡慕。 第三位,周海妹。 香港艺人周海妹,曾在香港和内地宏集一时。 后来因为喜欢北京,他决意留在这里。 近几年,他先有作品出现,但从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来看,他身家不菲。 50多岁至今未婚的他,常年来和一只狗狗居住在顺意的豪宅里面。 忙时休离种花,闲时小酒清茶,日子过得好不惬意。 第四位,伊能静。 人间坐经伊能静,为了女儿上学的缘故,才从台北移居到上海。 看来,做女成了母亲,同样是个伟大的存在。 不同于大多数明星破气的买房行为,伊能静在上海居住的别墅是租来的。 可即便如此,他还是坚持把房子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看看他在社媒上晒出的照片,只能说,他真的是凭一己之力,提升了整个租房群体的生活标准。 第五位,陈浩铭。 被誉为最帅断育的陈浩铭,曾是TVB的当红小生,在荧幕上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惊喜。 从以往作品的数量来看,他这些年应该赚了不少钱。 但让人意外的是,多年来,他们一家六口一直租房住。 移居内地之前,他们在香港租了一套月租14万的豪宅,据说还是带游泳池的。 搬到上海以后,他们同样没有买房,但租房的条件却在有意降低。 据说,陈浩铭买不起房子的原因是,生了四个孩子。 第六位,唐文龙。 50多岁的唐文龙,也在媒体上公开了自己移居北京的消息。 有网友看到以后,在评论中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情,说还是有钱好,想在哪买房,就在哪买房。 没想到唐文龙竟然毫不避讳地说,自己虽然常住北京,但并没有买房。 其实,唐文龙没有买房,很明显是因为资金不够。 毕竟香港的片酬可是出了名的低,除了那些咖位比较大的演员,一般演员的片酬确实捉襟见肘。 也难怪网友们经常会在网上,看到唐文龙分享非常接地气的生活日常了。 第七位,张婷。 酒窝美女张婷,但出演艺界之后,早就摇身一变成了富婆。 她和丈夫林瑞阳一居内地以后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十七亿的办公楼,说买就买,大气都不带喘一下的。 而且,他们还出手两意,在黄浦江边买了一套带有两层空中花园的庭院。 张婷毫不低调地说,第一次来家里是会迷路的。 第八位,刘更宏。 刘更宏在台湾打拼多年,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转到内地谋生以后,芒果台的一档综艺《爸爸去哪儿》,直接让他火到出圈。 之后,他不仅接到了许多内地节目的邀约,还另提西径地在上海开了健身房、咖啡馆,事业开始多线发展。 考虑再三,他和妻子王婉飞做出了定居上海的决定。 前段时间,王婉飞还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他们的新房照片。 虽然装修尚未完工,但这宽敞明亮的湖巡客厅,颇具Beans风格的内部装修,以及落地窗外开阔的视野。 似乎都在表明,这房子,这装修,这地段,可不就是刘更洪成功翻身的有力见证吗? 第九位,陈乔恩。 有不老女神之称的台湾艺人陈乔恩,是为了接到更多的角色,才选择留在北京。 出来的时候,因为没有房子,他总是辗转在各个酒店之中。 苦赚三年片酬以后,他就赶紧买了房。 为了让家里看上去更加温暖,房子里的所有地方,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安排的。 这样,温暖倒是温暖了,就是仔细看上去,协调性不是很好。 但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客厅,就摆放了四个颜色不一的按摩椅和沙发,再加上粉蓝相间的地板,五颜六色的抱枕。 真想弱弱地问一句,陈女神是想在家里拥抱彩虹吗? 第十位,刘嘉玲。 虽然,之前一直有听说,用五百万的花瓶插花,买了天价皇冠,被故宫借去展览。 身家不止八亿的刘嘉玲,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富婆。 但听到她位于上海的豪宅,价值五一时,还是忍不住想要仰天长孝,我的天哪。 和梁朝伟宜居内地以后,刘嘉玲经常在这套豪宅中宴请宾客。 圈里的名人,圈外的好友,都是这儿的常客。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,房屋中的装修非常奢华,但是一个角落,都能和欧洲宫殿的异于媲美了。 难怪平日里的刘嘉玲,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贵气。 第十一位,张柏芝,毕经了婚变和三胎以后,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张柏芝,总是让人心生怜悯之情。 很多人都觉得,她的生活过得很是悲情。 但事实上,张柏芝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弱女子。 她在香港有多处房产,总价超过三亿,在内地也有两处房产。 北京的房子,是位于机场附近的双层别墅,上海的房子,则是富人区的独立别墅。 据说,这两处房产的总价也高达两亿。 毫不夸张地说,单是靠这些房子,她就没有经济上的后部之忧了。 第十二位,千百会。 相比于一线城市超快的节奏,新一线城市也是不少退居二线的港台艺人,会着重考虑的定居之地。 前两天,因为一居内地而登顶热搜第一的千百会,就选择了巴士的佛系城市,成都。 在千百会发布的视频中,曾凭借走过咖啡屋,想你的时候等代表作,红遍华语歌坛的她,不仅一盏歌喉,还高调地亮出了她的身份证,以示自己的喜悦之情。 据说,她之所以选择成都,是因为这里的空气和她家乡的空气很像,在这里,她能感受到家乡的味道。 不过,独属于成都的特色,也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,无论是当地诱人的美食,还是人们悠闲的生活,都让她为之倾倒。 她居住的房子,也很平民化,她早已融入了这个城市的普通生活。 第十三位,齐琴。 同样定居在成都的,还有情歌王子齐琴。 她会在成都定居,和当地的80后娇妻孙丽娅脱不开干系。 2007年,两人的恋情公布不久,齐琴就在成都买了一栋200万元的豪宅。 可她当时透露给媒体的买房理由却是,为了方便去西藏,特意在成都机场高速旁边,买下一栋房子作为中转站。 此后不久,齐琴又被媒体拍到,在成都苏玻利娇桥的一处楼盘买房。 当被问及,是否在给自己准备婚房时,她依旧含蓄地说道,买房不一定是为了结婚,而是因为太过喜欢这座休闲之城。 同时,她还爆料,自己还在别的城市同样拥有房产投资。 之后多年,齐琴也确实没有定居此地,而是在美国、台湾和北京等多地辗转。 但随着家庭的建立,孩子的诞生,和年纪的与日俱增,齐琴昔日躁动不安的心,终究还是在成都这个安详的城市里,逐渐平和。 以上谈到的党台艺人,北上内地以后,虽然选择不同,居住环境也大有不同,但他们大都有了较好的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